由本土剧女神芳馨 王乐妍以及邱楚文所主演的八点档大戏 剧情来到了高潮 群众芳馨在剧中她是随事不断 先是遭到了美国的大冰酒后侵犯 隔天又在街上遭遇到饰演同行的李芳文 将她团团包围 打趴在地 两场戏下来 芳馨是伤痕累累 又让不少戏迷看了好心疼 大街上芳馨和李芳文 争吵不休 两人讲话讲着 突然一言不合就当街开打 芳馨一把就把李芳文给推得远远 对不起 等一下 这里就跑 李芳文当然也不是好欺负 一声令下 身边一票小姐 直接教训起芳馨 又打又踹 下手一点都不手软 让她根本没有还手余地 芳馨被打到在地 整个人狼狈不堪的模样 令人心疼 甚至一度痛到站不起来 是因为我这里还有救伤 就在哪里躺一下 好痛 好屁股 事实上芳馨这次可说是 卫是以吃尽苦头 因为剧中角色 接连发生各种碎事 先是被酒醉强压 现在又跟李芳文对打 动作戏一场接着一场 但她的好演技也大获好评 借综合报道